在台湾的疫情现在我们也很担心 会不会再一次的有群聚感染 又或者群聚感染已经发生 原因是因为这几天下来我们发现在华航 光华航的部分 目前机师已经有16人确诊了 而且呢还有7个人被验出来 包括了机组员以及机师 他们的抗体是呈现阳性的 换句话说曾经确诊过 而目前加起来已经有这么多位的机师 跟机组人员 他们都曾经待过哪里 仔细一查才发现 很多人都待过所谓的诺富特旅馆 诺富特旅馆呢 其实就在桃园机场的旁边 是华航他们呢 把这些曾经到国外做长期飞行 回来必须要好好的来做居家检疫的同仁呢 都让他们在这边做完居家检疫再离开 好可是现在却传出 就连诺富特这检疫旅馆的主管 竟然也都染上了新冠肺炎 他其实在4月17号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咳嗽啊 呼吸等等症状 曾经八天里头三次去诊所就诊 但都没有发现说他是确诊的 而是一直到4月27号发烧不舒服了 到大医院去看医生 这一查才知道原来肺炎 住进家户病房证实确诊 但是一个重点来在25号之前 也就是25到17这8天里头 他都有上班 正常上下班 有没有可能呢 因此变成了一个防疫破口 大家都在问 特别的是 现在发现他体内的病毒量是很高的 而且他的抗体呈现阳性 好病毒量高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传播力高 所以很多人担心他会不是所谓的超级传播者 而另一个部分是抗体阳性 专家就说了 他可能不是第一次感染 而是第二度感染 来看到我们这一位台大而一的院长 黄立民同时也是感染科的权威 他就认为 未来三到五个星期会是一个关键期 如果社区里头有出现五到六位确诊 彼此没有关联的话 要小心疫情已经扩散 好现在就很担心会有所谓的没有关联性 也就是社区感染疫情扩散 原因是因为这位主管呢 他其实曾经到这个新北市三重这家诊所 三次去看医生 八天里头去了三次 然后呢在这里头 他都没有做裁剪 所以呢才会让他持续的去上班到25号 案发第一时间指挥中心 我们的指挥官陈时中就讲 说这就是基层医师警觉性不够 这么一句话让基层医师大大不满 怒轰指挥中心 说难道现在每一个来看咳嗽流鼻水的 我们通通让他去裁剪吗 指挥中心公布华航机师的防疫旅馆 防务主管不但确诊 还曾经到诊所就医 难道社区出现防疫破口了吗 根据疫调证明确诊饭店主管 4月17号出现咳嗽流鼻水 食欲不振呼吸喘等症状 在有症状期间 4月19号到4月26号 三次前往某家诊所就医 目前诊所已经倾消歇业 专家忧心他可能是超级传播者 确诊主管就医诊所 医师低调不接受采访 回应目前身体没什么状况 护理师们都很平安 目前已规定修诊 有问旅游接触和职业 但当时饭店主管没有主动告知 自己在防疫旅馆工作 饭店主管来的时候 有一点感冒症状 本身就住在附近 所以偶尔会来看诊 指揮中心认为该诊所 医师警觉性不够 让基层医师相当不满 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毅然指出 现行健保卡注记 只针对医护人员旅游史入境民众 对于第一线风险工作者 并未规定注记 被当成一般民众看诊 恐形成防疫破口 痛疲难道民众到耳鼻喉咳就诊 有咳嗽流鼻水等上呼吸到症状 都要通报指挥中心吗 诊所每日进出民众多 指挥中心通报标准不明确 还想甩锅给第一线医师 以及让基层的医师们无所适从 记者陈时链 陈正茂要想与台北采访报道 陈先生就讲了 他看完之后觉得好会推 有推给地方诊所之嫌 现在大家都在问 这推来推去是能解决问题吗 重点是是不是应该确立起来 到底是谁来负责 我们再次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加入投票 觉得诺夫特现在变成了防疫旅馆 变病毒枢纽 谁应该负责 民航局请帮我加一 观光局请帮我加二 桃园市政府加三 指挥中心的话就加四 为什么这四个会把他给拿出来讲 原因是因为这四个 现在明显就是在踢皮球 我们来看到的是 华航染疫的六个基石 因为都住过诺夫特这一家防疫旅馆 再加上现在主管已经重症了 还传出有三个员工 出现了发烧症状 大家都在问诺夫特到底归谁管 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一个包 这么大的一个缺口 没人发现 第一时间大家就问到了说 桃园市政府对吧 因为你是在桃园市政府里头的诺夫特旅馆 结果桃园市政府说不对不对 他们里面住的都是基师 基师是民航局馆 好民航局这个时候回应了 他说没有啦 外籍基师回到台湾之后 确实在检疫旅馆这边归我们管 可是有本土基师啊 本土基师回到台湾 他们各自回家 就不归我们管啦 换句话说 他隐约的又讲 桃园市府你该负责 而也有人讲说 饭店嘛 那就是观光局 可是观光局也讲啦 我们是在中央 我们提供给大家协助 但是各个旅馆的管辖 哎还是在各地政府 这球不就又踢回来桃园市政府了吗 好也有人讲啦 说防疫旅馆应该是指挥中心管嘛 你怎么没有给防疫旅馆SOP呢 让他们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防疫破口 但指挥中心这边也说 哎其实呢 相关的主管单位应该也还是市府 指挥中心桃园市府 大家皮球踢来踢去 您觉得谁该负责 好包括了珍珍 包括了谢鹏 包括了Bencheng 小芳 大家都是加四的 而另外呢 Cheng Simon Simon Chen 则是加一 他觉得民航局应该要管 然后安妞也是加四 Evalo 以及FG Lu 他则是讲 他说一二三四 大家一个都别跑 好高永燕呢 则是加三跟加四 林振学也认为是加四 好其实呢 看到现在大家都觉得 不管是谁管 蔡政府你就是该负责 原因是因为防疫的问题 现在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大家全面消毒 诺富特饭店呢已经全面进空了 虽然说他们说只是第二管把它当作防疫 可是这个主管他一二管都会去 所以干脆现在全面进空 然后又传出好像有人在这边有办活动 今天哪一些人要必须被匡列 希望指挥中心等等两点钟的记者会持续的跟我们说分明 而另外呢这一位主管也因为他都是搭着桃园机节上下班的 所以桃园机节21站也要开始全线消毒 到底他的足迹有哪一些地方他有去过 有危险性 到目前为止仍旧没公布 但是却是让在诊所周边的民众搭桃机的民众 又或者是每一天会通勤经过附近的民众 大家人心惶惶 清真人员来来回回大动作消毒桃园机节丝毫不敢懈怠 因为每天平均有600名乘客进出 桃园市场郑文餐也前往视察表示 预计两天内要完成21站的全线消毒 近的旅客是不得搭乘机节 他必须要搭乘这个防疫计程车 那机组人员如果在外站有过夜 这个有离开飞机 那他也不得搭乘机节 就算是机组人员违反规定搭乘捷运 最重可罚100万元 即使染疫风暴延收至防疫旅馆 诺福特饭店的房屋主管按1120 平时在饭店内走动打机节上下班通勤 到底中间接触了多少人活动足迹是什么 会把相关所有的资料 那么提供给地方的卫生局 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来决定 疫调足迹指挥中心迟迟不公布 但按1120曾多次前往三重 一间诊所就医 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居民就怕疫情已经来到新北 我决定我到另外一边买好了 对可能就不会出门 专家示警这波本土疫情 就像布桃事件 三到五周为关键期 如果一周内社区出现了 没有关联的五六个个案 代表疫情恐怕已经扩散 诺乌特防疫旅馆发生了感染的事件 这绝对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那CT值又那么低 表示他病毒量很高 所以应该要紧速公布他的足迹 足迹不公布 本土案例的相关接触者如何紧准狂烈 按112的七十岁老先生 曾前往平镇上课用餐 还去过中立跳舞四五小时 上百名学员都没戴口罩 就怕成为大破扣 疫调如挤牙膏 足迹在哪地方中央互推 民众全部知情 不过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台湾的社区恐怕已经不在安全 记者 城镇茂流之展 赵沛与新北桃园采访报道